先不盲目供电拆开机器 测量电池脚正负机 发现这台机器是短路不开机 这台机器由于是电池正负机短路 也就是必加短路 我们用稳压电源给它供电 发现这台机器直接就是打表了 由于损坏的芯片会发热 那么我用送箱将主板熏白 然后外接一个电压 后来发现是这颗主电源损坏了 由于这个电源它是封胶的 而且背面是CPU,CPU也是封胶的 那么在取这个电源的时候 如果温度控制不好的话 会将主电,主CPU弄爆锡 会导致各种其他问题 所以我们在拆这个主电源的时候 温度一定要控制好 通常我在更换这颗芯片的时候 温度用的是500度 然后风速是100 其实不管用什么温,什么风 只要控制好温度和风速 那么我们就不会将背面的CPU吹坏,吹爆 其实有时候我修手机 我个人感觉到我有时候是不再修手机 而是将修手机当作一门艺术在表演 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感觉到 而我指的是同行 现在装上一颗好的主电源 待会开机测试 喜欢手机维修的朋友们 加个关注,点个赞 让我的视频也能上个热门 非常感谢 现在测量 它的埃及体质已经恢复正常了 那证明这块主板已经不短路了 现在装上显示屏 然后给它直接用纹压电源 开机我们看一下 完美开机 故障解决 其实修短路这种问题的机器 只要你锁定了故障点 那么你就是在捡钱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我 我是油画直说 OK现在进入系统了 准备维修下一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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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